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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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阿Jer 劉應廷 我做到歌手都需要很多人的幫忙 其實現今社會上面有很多視像人士 都需要大家幫忙才可以重投社會 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黑暗中對話》 大家應該記得2019年8月18日 維園流水式遊行集會是和平的 沒有任何暴力出現過 這宗案件編號dccc536-20 終於在區域法院審結完畢 沉澱了少許時間後 我們今天可以一起深入了解一下 這個案件的判刑 以及對香港的影響 涉及案件的一共有9個被告 依次序是黎智英 李卓人 吳靠兒 梁國雄 賀秀蘭 賀俊仁 梁耀宗 李柱明 歐樂謙 梁耀宗只涉及一項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名 其餘8人都涉及多於一項 就是組織未經批准集結 負責處理這宗案的法官是胡雅文法官 每個被告分別被判8至18個月不等 其中有4位獲得緩刑 分別是吳靠兒 賀俊仁和李柱明 因為過往他們在不同的界別有顯著的貢獻 另一位是認罪的梁耀宗 亦因為過去協助不同社群而獲得緩刑 這些判刑是過重還是恰當 過往同類型的案件一般判刑是怎樣的 法官胡雅文自己也指出 過往案例都是判守行為或罰款 如果這樣說的話 現在的結果是否過重呢 法官解釋判刑時有這樣的說法 首先他指出過往案例不適用 因為他們不是源於2019年6月起 充滿暴力和破壞社會動盪的事情 法庭要考慮這件案發時的社會環境 要考慮阻嚇公眾和公開譴責罪行的這些因素 法官又說 自2019年6月起的社會動盪是充滿暴力和破壞 所以之後的公眾秩序活動案件都需要特別考慮 另外當集會人數多的時候 即是意味現場的情況有機會變成暴力事件 當日警方為了避免衝突而減輕了現場的警力 但被告無視警方禁止遊行 去組織未經批准集結 刻意犯罪 挑戰法治和秩序 情節是很嚴重的 第三點 除了梁國雄以外的被告 都沒有刑事紀錄 法官說一般來說 是不會對沒有案底的被告判以阻嚇性的刑罰 但公安罪行的案件是例外 法官亦重提基本法保障集會自由 但不是絕對的 仍然要依法受限 胡官還引用上訴庭法官彭偉昌 在公民廣場案所說的 被告人對某一個議題感受越深 越希望將主張表達得透徹 完全可以理解 但過程中將行之有效的法律 視為無理妨礙表達自由 任意抵觸之餘 還要自我感覺良好的話 就不宜過於寬鬆地判處 這些人不單止是行為犯法 精神上都是藐視和凌駕法律 這種態度一旦蔓延的話 惡劣的效果顯而易見 所以胡官說 量容起點是18個月監禁 還說判監是唯一的選擇 一個有罰款和守行為的起點 變成18個月監禁做量刑起點 大家認為是否過重呢 就算考慮當時的社會環境在內 是否過重呢 最終黎智英和李卓人判囚了12個月 梁國雄是18個月 他還有案例 歐樂軒是10個月 何秀蘭是8個月 另外梁耀宗判了8個月 但緩刑一年 不用坐 至於案中的三位法律界人士 吳靠儀、何俊仁判監12個月 李柱銘判囚11個月 但三位都獲得緩刑 期間是緩刑兩年 另外黎智英、楊森和李卓人 一起被控 另外一宗案件是2019年8月31日 在港島參與未經批准遊行的案件 案件編號是DCCC537-20 在同一天判刑 同樣是沒有牽涉任何暴力 但法官說判監是唯一的選擇 就用入獄一年做量刑的起點 因為他們在開審前已經認罪 所以可以有四分一刑期的扣減 法官亦因為黎智英的健康狀況 再減一個月判他8個月 楊森因為年事異高獲減刑一個月 同樣判8個月 再考慮到他對教育界和社工界的貢獻 緩刑12個月 至於李卓人因為對社會貢獻良多 判囚半年但不能緩刑 831和818這兩宗案件發生的日期 因為相距只有兩個星期 法官同意把831刑期的其中兩個月 和818案件分期執行 也就是說818案件的12個月 在監禁上加多兩個月就可以了 換句話來說 黎智英和李卓人兩個人 這兩宗案件一共要被囚14個月 無論這次判刑有甚麼看法 我想一個不受爭議的事實就是 香港真的變了 大家看看過往的歷史和紀錄 香港在回歸祖國初初的時候 基本上很少會提出未經批准集結罪的控罪 甚少 只是近年才多了這類案件的起訴 而未經批准集結罪的檢控門檻 比非法集結罪低 以往這個罪多數是罰款 後來很明顯出現了一個轉捏點 這個轉捏點應該是在2019年6月21日 周庭他們為警總的案件判刑 那是判得重的 就開始看到下級法院 開始重判的趨勢 看到他出來 當然周庭案仍然在等上訴 現在未知道上級法院 攀下半詞解釋量刑的指引 不知道對日後有何重大影響 但基本法很清晰保障了 我們有集會示威自由 雖然正如法官所說 這個自由不是絕對的 但和平示威集會的自由 不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嗎 如果相關的集會不涉及暴力的話 是和平的集會 判處監禁的刑罰是否合乎比例呢 如果要把可能會發生暴亂的因素 都考慮在內的話 那對於被告人來說 又是否百分百公道呢 在外國沒有和平集會判監的案例 可能我對這方面的知識較少 下級法院究竟是怎樣劃分量刑的準則呢 我心裏最大的疑問是 是否有沒有暴力發生 都是同樣處理的呢 我想很多人在心目中都有很多疑問 我看到這些判刑特別是緩刑上的處理 唯一的好處就是 律政司應該沒有理由上訴吧 但對於和平集會表達意見的自由 我覺得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I'm a lady k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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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男團MIRROR日前在梅窩拍攝節目 引發了姜濤吵喊私追姜糖的私追風波 MIRROR經理人花姐寫了一篇很長的文來解話 還列出了四點處理私追問題的方法和原則 究竟這位作為香港第一人氣男團MIRROR背後的首席教母花姐 她真實的一面是怎樣的呢 是否好像傳說中那麼凶狠 她是怎樣去打造這對香港隻手可熱的男團 背後有些什麼是鮮為人知的調教秘密 敬請留意志雲頻道一連三集 當首席戰狼遇上首席教母 絕密對談手道曝光 好 好 感谢观看